49题 当进入光滑水平面后 若细线从A处断裂 但水平拉力F仍以原来的大小持续施力 则有关于木块甲的运动状态之叙述下列何有正确 我们看到呢 如果它从A处断裂之后 虽然我继续用F的力量在施力 但是这个力量已经不会作用在甲上面 而这是一个光滑水平面 所以它没有摩擦 也就是这个断裂之后呢 甲是处于不受力的状况 那么根据牛顿低运动利率 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时 近者横近动者横坐等速率直线运动 也就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木块甲的运动状态叙述下列何有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持续等速度前进